台湾海峡最近再次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 不过这一次并不是因为中美的博弈 而是两艘德国的军舰 罕见地穿过这片敏感水域 这12年来德国首次派军舰穿越台湾海峡 尽管德国外长强调台湾海峡是国际的水域 德国军舰从那里通行是正常的航行自由 不过伴随着军舰划破海峡的波浪 德国背后的意图也让人不禁猜测跟联想 那么德国军舰为什么要来 此举背后有何身影 明知这一行动会惹恼北京 德国为何依然执意前行呢 欢迎收看本期的德媒怎么说 台湾海峡是中国大陆与台湾之间的一片狭长的海域 最窄处约70海里 最宽处约220海里 它是一条主要的贸易运输航道 全球约一半的集装箱船 都经过这条繁忙的贸易路线 而多年以来 每次外国的军舰穿越这片海峡 总是会引起高度的关注 就在中秋节前夕 两艘德国军舰 巴登福腾堡号护卫舰和法兰克5号补给舰 穿越了台湾海峡 这是22年来的首次 德国怎么说呢 德国国防部长表示 台湾海峡是国际水域 德国军舰从那里通过是正常的航行自由 不过这一举动毫无悬念地引起了北京的抗议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 台湾问题不是什么航行自由问题 而是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 2021年德国巴发利亚号军舰也曾经在该地区执行任务 但当时绕过了台湾海峡 一些人将此举视为德国不情愿捍卫航行自由的表现 如今派遣两艘军舰穿越台海 这标志着柏林在该问题上的立场变强了吗 法兰克福汇报发表的一篇文章指出 一向喜欢表现得很潇洒的德国国防部长 现在为两艘德国军舰穿越台海提供了理由 说这是最短的路线 而且是考虑天气的情况下最安全的选择 这听起来很德国 很简短也很谨慎并不具有多少火药味 文章接着指出 中方将军舰穿越台湾海峡 视为德方的不友好行动 不过这应该也正是德国的意图所在 通过这个行动 德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站在了一起 向中国表明航行自由的重要性 而这不仅限于台湾海峡 还适用于南中国海 以及其他繁忙的通商航道 标题为应该震慑的不是中国的文章 认为这一原则是乌龙质疑的 但是有两点柏林方面不应该忘记 首先如果要更好的贯彻对华政策和亚洲政策 德国需要加强对外贸易的多元化 然而现在德国对中国的依赖性依然很高 政界也没有采取多少的应对措施 其次德国联邦国防金不必去震慎中国 也根本做不到 而应该去震慑俄罗斯 德国国防政策的重点在欧洲而不是远东 而瑞士新苏黎世报认为 德国军舰的出航必不可少 该媒体著台湾记者Patrick Zoll写道 将德国军舰穿越台湾海峡的行动 草率的看作是一个中等强国在世界另一端试图向一个大国较量的尝试是错误的 德国海军两艘军舰的通行是一个重要而且正确的信号表明德国致力于维护国际法 文章指出北京声称对台湾海峡拥有主权 这一主张没有任何国际法依据 就算中国控制了台湾 台湾海峡的广阔海域也应该对各国船只保持不受限制的航行自由 作者认为仅靠声明和政策文件是不够的 还需要在相关水域有实际的存在 因此军舰出航必不可少 德国商报的一篇评论则认为这是一个早该发出的信号 这篇文章就以这句话作为标题写道 尽管中国经常做出不同的解读 但穿越台湾海峡完全是符合国际法的正常行动 而绝不是什么挑衅的行为 两艘德国军舰穿过的海峡属于国际水域 因此本应该向所有船只开放 作者接着抛出了一个问题 可能有人会问既然穿越行为会让北京不高兴 为何不为了保持和谐关系而放弃行动呢 答案是在北京不断试图改变国际法的大背景下 穿越台湾海峡是必须要做的事情 简单的说中国试图对这条重要的航线拥有最终发言权 也就是推翻现行的国际法 有鉴于此德国护卫舰穿越台湾海峡 并不只是要向中国发出信号表明捍卫自由航海权力 对德国的重要性 而且此行也是德国宣誓捍卫现行国际法的决心 文章注意到迄今为止 中国领导曾对德国军舰穿越台海一事 反应相对较为审慎 其他国家采取类似行动时 北京做出的反应则大不相同 今年夏天一艘荷兰护卫舰穿越台湾海峡和东海时 曾一度出现剑拔弩张的危险状况 荷兰政府当时表示 中国的战机和直升机近距离靠近荷兰的军舰和直升机 造成了不安全的状态 文章写道 但愿中国方面有朝一日会回心转意 不再试图改变国际法 而在此之前 像德国军舰这样的穿越行为 则是各方义不容辞的义务 时代周报发表评论称 德国军舰穿越台湾海峡 表明德国政府有关外交政策的时代转折 绝不只是喊口号 因为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 也符合德国的自身利益 一般认为 一旦将台湾海峡的控制权拱手交给中国 其后果将比俄乌战争和中东危机的总和还要严重 因此德国也将受到严重的冲击 台湾海峡事关自由民主的国际秩序 毕竟全球贸易的45%要穿越台湾海峡 而德国的笔记型电脑 手机高科技的产品和武器 所需要的现代化晶片中 90%都来自台湾 一旦供应链兽组或者中国封锁台湾海峡 整个的世界就将无法获得生死攸关的产品 晶片 一旦台海开战 全球经济将陷入瘫痪 而中美两个大国及其各自的盟友将兵戎相见 2024年1月 彭博社曾经表示 围绕台湾的战争将会造成大约10万亿的经济损失 这相当于全球经济体量的10% 而相比之下 恶武战争或者是新冠疫情将是小物见大物 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和动机 即美国还有其盟友 比如英国、加拿大、荷兰 在南中国海航行时穿越台湾海峡之后 德国的军舰也加入了这一行列 而在这片狭长的水域 无论是哪国军舰使过 都会给区域的局势带来波动 而台湾、大陆乃至全球 都会密切关注这种动态 你如何看待德国的这次行动 此举又将对台海的局势产生何种影响 你觉得德国是明确站对美国了吗 欢迎你在评论区说出你的看法 感谢你收看本期的德媒怎么说 德国之声为自由决策提供自由资讯 感谢收看欢迎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